啟宿吃飯 寶哥, 今天很感謝你 你有沒有煮什麼給我們吃呢 今天做個沙薑壽司雞給你們嘗嘗 寶哥, 我平時也有做沙薑壽司雞 是否用粉去醃一下就行了 今天除了沙薑粉之外 我還用新鮮沙薑 做個醬出來… 寶哥, 我想請教 是… 你用沙薑粉乾了之後 味道可能會霸氣一點 你用這種味道會否令味道黏黏 也不會, 因為乾粉有很多香味 輝發油已經離開了 我們加上新鮮沙薑 層次感會比較重 味道會比較重 煎吧… 好, 吃吧 事不宜遲 好, 第一個步驟是做什麼 第一個步驟已經刨掉了 但這個還沒刨, 這個刨掉了 沙薑… 刨掉了皮 給大家看看, 這個還沒刨 這個已經刨掉了 對 對, 要怎樣做呢 然後我現在磨熔 磨熔熔 沒錯 味道很厲害 對 是, 功能很濃 功能很濃 它有點不像我們普通想像的 沙薑粉的味道 是 它有點辣 真的要新鮮的香味 味道很香 新鮮的不同 對 沙薑要多少? 大約20克左右 20克, 即是這裡夠辣? 兩顆就好了 好 然後兩隻雞腿 我用一茶匙鹽 很濃烈 對, 是鹽 大家記住, 雞不怕鹽 對, 一個魚, 一個雞不怕鹽 也不怕鹽 也不怕鹽 所謂鹹雞, 鹹魚 當然不太鹹 如果偏多一點, 鮮味更加出來 然後我們把這個洗乾淨 這是無激素雞腿 是, 醃了嗎? 醃了 這個要醃了多久? 這個雞腿也要醃了幾小時 最好放在冰箱裡, 放在晚上更好吃 放在菜箱裡? 放在菜箱裡 要用東西包著嗎? 要封鋪才知道 找些沙薑, 因為沙薑裡拌鹽 拌在面上, 味道會滲進去 我有一份已經醃了 要三個小時 醃了和未醃的確有點分別 大家看看 顏色會深一點 薑已經變色了 那怎樣?寶哥, 接著拿去蒸 蒸20分鐘 20分鐘? 20分鐘 剛剛離骨 好, 蒸20分鐘 20分鐘? 20分鐘 你現在想做什麼? 現在先做蓮藕心 但怎樣選擇?看顏色嗎?寶哥 看它夠不夠脹身 如果乾了, 它很皺皮 這些胃很皺皮 我們買一些脹身的 現在是脹筋筋的 對 拿上手, 老闆娘肯給你拿 拿上手, 如果軟一點就乾了 很硬, 很堅挺 滴滴的 現在這個像蓮藕一樣的樣子 對… 不, 很有趣 好, 接著我們斜切 有斜斜, 可以斜斜 為什麼斜切你會覺得這麼驚喜? 我可能切得很漂亮, 寶哥 如果這樣切, 纖維太整齊了 斜切比較容易自由 好, 接著備用了 備用了 我特地加上雞腿菇 用來晾晾底 這個不太爽口 而且我看你全部撕開 為什麼不用切呢? 阿美, 你就適合了 是 你是不是還說我不懂? 我比你更懂, 可能這個沒問題 也可以這麼說 如果切, 切就比較軟, 要手撕 這樣, 先捏爛, 一開二 我撕它會爽一點嗎?寶哥 對, 把它打成纖維 對, 打成這樣拉出來 一條條, 粗條 炒出來很韌 對 就是那個質感 這個雞臂菇和蓮藕心 我們一起炒 但是刺嘴就先炒蓮藕心 為什麼炒蓮藕心 因為它硬一點 因為蓮藕心比較…纖維比較粗 要不要油嗎? 要 多不多油嗎? 也不用太多 那這個要多少? 除兩 一湯匙一邊… 弄 剛好, 這是專家 這個要燒蓮藕心嗎? 這個要紅一點… 否則蓮藕心會飆水, 會很厲害 好, 燒蓮藕火, 又這麼紅也這麼紅 是, 出煙了 出煙了 然後我們就… 可以放蓮藕心 放蓮藕心 放蓮藕心 放少許鹽花 好,然後灒酒下去 這麼快? 我幫忙切手浦哥煮熟 可以看表演嗎 就是這樣 然後加雞皮菇 你加了酒,就沒有香味了 不,酒太遲落後會有辣味 現在辣味走了,剩下甜味 醬酒是帶甜的 現在一直都會爆炒 對,會爆炒 稍後雞皮菇會飆多一點水 那怎麼辦 再加一點鹽 再加一點鹽 對,全程要大火 現在加一點鹽 讓它有微底 不加酒了嗎 稍後如果太乾淨 我們再加一點 加酒,不要加水 為何沒有加水 只加水會不香 這個菜其實是涼拌菜 我們煮完後 先讓它吹冷一點 先放涼了 對 然後搭配雞絲就完美 雞皮也是嗎 雞皮也涼了 對,雞皮涼了 很香 很香,可以做到的 很香嗎 很香 這香是甚麼道菜 送菜 這香是雞皮菇和蓮藕心的 加一點酒 對,加一點酒 又怎麼了?哥哥,現在 加一點沙薑蓉 少許就好了 少許,不要太多 然後攪拌幾下就可以上碟了 好,糟糕 把梨捏在碟上,麻煩你 現在鑊一點水也沒有 太好了 對 你剛才要攪拌它 對,吹涼,不需要十分冷 吹涼就好了 好 先吹一下 好 20分鐘了嗎? 剛好,剛剛好 好 香噴噴 小心… 小心… 很棒… 很香,很香 你這個味道立刻可以攪拌 不要動 先休息一下 讓它自然攪拌得涼涼 才要撕開 雞肉的醬汁才鎖在裡面 如果硬撕開它,就會流出雞皮 你看炒的菇絲也是攪拌 這個雞肉也是攪拌 攪拌的時候就可以做醬汁了 現在做蟹了,做了沙薑汁 這個沙薑汁就不是磨 因為剛才的醬汁要溶出來 現在這個要吃的,要有口感 我們要剁的 剁之前,先開拌 是 開拌 要不說也要泡薑嗎? 要…所以我現在先打開 好,試試一下 好 很棒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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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非常棒 真的很棒 好,這個切切碎,但這個只是粒 不是很溶? 對,這個是有粒 不需要把沙薑變得溶? 不需要,如果磨溶就溶口了 切粒,吃得爽口 有,我明白了,如果磨溶的話 有薑汁走出來 是 現在這樣切,不會有水流出來 對,而且咬的時候有薑汁 口感不同 比較重 好 還有一樣東西 什麼? 就是蒜蓉 蒜蓉 放一粒 也是生的? 也是切粒粒 也是生的 這個要泡? 泡蒜蓉,我們將它開三個開二 然後打凍蒜蓉 打凍? 這樣泡得很快 是嗎? 打凍蒜蓉 即是散光了 還要泡去前 又要給點掌聲嗎? 對,給掌聲 你不是那個形形嗎? 因為我知道形形 都是要切 幾十分鐘 這個也要切 這個也要切,但不要切得那麼碎 然後我們加一瓶粉 一瓶粉,有多少呢? 一茶匙… 對 然後… 油鹽 少許鹽 對,就算醃得好,就加豉油 總之是偏鹹的就可以嗎? 對… 甜的就不適合? 跟蠔油也不配,一定要加 接著這是什麼? 這是煎天椒 煎天椒? 煎天椒帶點辣味 可以加,可以不加 還有這是什麼? 這是幼蔥花 一定要有蔥花 我們用一棵蔥的深的位置最嫩 或者… 如果是粗的,大蔥的… 粗的就…不,很賣相,不夠精緻 因為這裡全部都是小顆… 對,又小顆,對… 配合好 接著我們就收手了 等等,武哥,我們看一看你的碟 你現在這些碟拌出來 全部都乾燥燥了 對 怎樣喝? 所以我要收手了 收手? 對,用匙間 然後放芽油 放芽油 芽油千萬不要煮 為什麼? 一煮,芽油香味不夠 沙薑味不夠 我們經常以為這些是棧服油 原來不用的 不用… 接著開始要撕雞 撕雞 來… 手撕雞,把水避開 要還是不要? 水不要 那些不要 醃雞的沙薑蓉,不要要 不要的 要小一點 對,因為不夠,沒什麼香味 這隻雞怎麼看熟不熟呢 這隻雞僅僅熟 因為剛才這個… 斷位? 少許離骨 對,剛才收縮上去 大家不順量看看 我們相信的,剛才熟了 對,剛才離骨 滴動,剛才離骨 如果蒸多五分鐘 已經滾了 已經滾了 就全部變黃色,就不太好吃 對 所以水滾20分鐘就最適合了 對… 我們把沙薑手撕雞撕在… 放在沙薑汁裡 對,沙薑汁裡 這個,你別看笑 兩隻雞腿撕出來也有多用 有很多用 對,吸引 剛才手撕完的雞絲 跟汁輕輕攪拌 拌勻 雞腿、雞絲和蓮藕心 我們放在碟底部 蓮藕心的樣子已經不見了 對… 像洋蔥一樣 對,你覺得對 對… 這是煎底嗎? 是煎底,對 稍後吸收芝麻油和薑汁 很棒 就令它更好吃 我們把雞絲放進去 雞臂菇和真正的雞絲 真正融合在那裡 最後這個軟骨 大家千萬不要跟我爭 好,你的 你放心給你 好,再加多點麻油 加少許麻油 因為剛才這樣拌勻 顏色變成雞腿 讓它變得更好 讓它更好 讓它更好 再加上臉頭 再加蔥花 對,加幾粒蔥花 點綴 撞起來… 好,一個很簡單的沙薑壽司雞 這樣就完成了 完成了 謝謝寶哥 謝謝 謝謝你 今天很興奮 很吸引 我先走了 謝謝我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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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 謝謝你 grateful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